今天已经半夜的11点多了啊 11点半了 明天上午呢 我们就出国了 到了非洲另一个国家 卢旺达 现在是司机 是新郎在开车 等一会儿他累了 我会换他 开到下半夜 一点半的时候呢 我们到了 乌干达的一个城市啊 叫马萨卡 看超市都已经关门了 这是加油站啊 休息一下 然后我准备开一会儿 开他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我们车上一共六个人 有三个司机 这样还不会太累啊 都在这儿 吵口气 歇一会儿 Hello 新郎没底啊 明天就当新郎了 就是正式举行婚礼 今天晚上也要当司机 开开车 我跟他一起来的啊 这样的话 我就不算这个 娘家那边的客人了啊 因为新娘早已经 到了卢旺达 在那边等着呢 这个 这个 和家这边的人啊 修整差不多了 一车一车的 一车一车的 一车醒来啊 到边境了 新郎是拿那个车的行车账 那些手续 还有驾驶账 准备开车的 去那个卢旺达的手续 路径卢旺达的手续呢 也已经办好了 这全都是参加婚礼的人啊 总共有五十人 然后呢 我还换了一些卢旺达的钱 看卢旺达的钱 面值也是很大的 我问了一下 他们这个钱 大概是什么样的 贵率啊 这个 五千呢 叫卢朗嘛 应该也就是 五美金 人民币呢 就是三十六七块钱 在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边境 海关 再修整一下 手续全部办好以后呢 我们就继续出发 进入卢旺达 大家看啊 现在就已经欢迎进入卢旺达了 你看本地人也有这个 这种仪式感啊 到了这个标志面前呢 也要拍照留念的 这手机一打开 一对小自拍 一对小美颜啊 这上面写的是 欢迎到了 卢旺达共和国 我们过边境 是徒步走过来的啊 你看那边是这个 乌干达的海关 然后就这样徒步过来 不让坐车来呢 就这么徒步走啊 走啊 到了那边呢 对面呢 就是卢旺达的海关了 一路走过来 现在就是卢旺达共和国的海关了 这位呢 是新郎美帝的父亲啊 my brother what's your name Taya Jameeru Taya Jameeru Taya Jameeru How old are you? 49 49 49 我是47周岁 48 47周岁 他是49 73年的 you're from 1973 73 73 okay how many children you have I have 20 20个孩子 20个孩子 哈哈哈 okay but how many wife you have 4 四个老婆啊 四个老婆 啊 how many sons you have 三十三个儿子啊 那也就是七个女儿 十三个儿子吗 呃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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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boy first boy 啊 maybe是大儿子 也就是说 他大儿子结婚啊 增长见识了 这个 很厉害啊 呃 49 岁 20个孩子 13个儿子 七个女儿 四个老婆 大儿子今天结婚啊 哈哈哈哈 行驶在卢旺达的公路上 车速明显下来了啊 我看这个 司机不敢超过四十卖 然后变成了 右行驶 现在咱们这个车就变成了 右舵右行驶啊 交通规则应该跟中国 都一样的了 那窗外能看到他们的农场 搞得很好 有茶园呢 为主啊 还有山上也就是开荒 种地 虽然是法语国家 但是看建筑 变化并不是很大 完了啊 我英语不好使的 我这个法语就是个小白啊 说了半天就是全靠比我懂的 no what thousand more one 哎 还没多说法语啊 culture zorgoes 啊 koyen 嗯 how much koyen one hundred okay what one hundred 你干什么 ok ok Newton 你干什么ok gent 我给优优팀 OK ż graphic 我给我有肚脏的 我让你喊这点 乌干达的香蕉就够好吃的了啊 没想到这个 如往拿的香蕉更好吃更甜 你看他们这 非常的干净 没有那么多汁料袋啊 垃圾啊 这样 我们大概在卢旺达的境内行驶了有一个多小时了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 道路上啊特别干净 想看到一个塑料袋都很难的啊 嗯 还有这个树叶什么的 只要枯叶子都会收起来 也看不到 非常的干净 包括旁边的村子里也是没有那些垃圾和塑料袋的 这个 如往拿这个国家确实是不一样啊 这全面的素质还是在那摆着呢 这全面的素质还是在那摆着呢 这有大小微信啊 这为什么把大小微信啊 这为什么把大小微信掉在这里啊 Montain Gorilla maybe near this one 好干净的村庄啊 那边就是稻田啊 是不是就能看到地里有人在那干活 Farm the rice farm 那边有一个小区像住在楼的小区 看 那边建了一个小区啊 住在楼那种挺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座城市啊 叫奇嘎里 新娘的家也就在这个城市叫奇嘎里啊 确实哪哪都很干净 还有那些脏乱叉 这一个关于手机的服务的一个卡点啊 然后我问了一下他们 这还有懂英语的 他说呀就是他们像这样的小的摊点是解决不了这个网络的问题的 所以说我等一下还要到这个 把这个网络解决了 把这个网络解决了 我在这看了半天了啊 他们这提摩的时候就没有不带头盔的 这个 这个国家确实啊 跟那个我印象中的其他国家不一样 到今天为止 我已经 东非 都已经 走过了啊 罗王达是最后一个 海上尼亚 海塞俄比亚 罗王达 刚果 然后罗王达 你看他们都有一个什么出租车 卖出口啊 这人是二八大个 我们已经到了新娘家的所在的城市 但是新娘家明显是住在郊取的啊 具体的定位呢是有的 可是呢 河家这边 没有一个人有网 你知道定位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家具体在哪儿 新娘那边并没有派人来接 就凭着感觉啊 看地图上那个位置在找 城市里的街道也是超级干净 早上进入卢旺南啊 现在下午三点多了 才三点半了 刚刚到我们 要下他的宾馆 这个宾馆 厅城市场都是很大的啊 那边应该是餐饮区 年轻的小队伍啊 整个宾馆应该是包了吧 这房间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 看看这环境啊 真的你在任何一个角落你找不到垃圾 这花花草草的弄的真漂亮 这个国家啊 更重视环境啊 就住在这么一个宾馆 一个房间一个人的 带人间带洗手间呢 15美金一晚上 就一天一晚就这样了 你看很好看的 他就是干净你知道吗 特干净 这是卢旺男人这俩 点了杯啤酒 给他喝的玩呢 妹弟 你儿子吗 对 好 你好 你好 你儿子吗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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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i take your kids for the room 啊 这就弄好了呗 我看看 i want to see 可以可以啊 哈哈哈 人家这个女儿头发 也是长得很长的 他们因为民族的不同啊 有的头发很短 他这个孩子的头发就很长 哎呀 让他跳舞 哈哈哈 哈哈哈 good 非常好 十千年长得还真高啊 你喜欢舞蹈啊 所以舞蹈啊 舞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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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啊